我们去参观一下 全金打造的总统套房 40千美金一碗 就是200千 200年的话各位 所以现在呢我们去参观一下 全金打造的总统套房 它叫Royal Street 就是你来Dubai的话呢 这边是其中一个他们最出名的观光景点 嗨 Morning 所以现在拿到这个是什么 它的Tour Pass 就是去参观的 谁是总统套房 叔跟大家讲一下导游刚刚讲的什么 我们现在在25楼 然后这一楼呢有两间Royal Street 一间呢就是给你们参观 可是它里面的家具全部给你们拿出来 因为它有放就是这个酒店的列室 那我们看的第二间呢就是原版 从1999年到现在24年 没有变过的Royal Street 他们的这个设计啊 颜色的搭配哦 是 还真的有一点土气啊 所以怪不得他们会叫这种叫土豪 你懂吗 40千美金一碗 就是200千 一碗 所以现在能够随意拍照 楼下是不能拍的 哇 哇 给大家看一下 200千马币一碗住的房间 好 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参观一下 有可能这个就是世界上最贵的套房啊 是吗 是 可是这个是你看不到床啊什么的 你只看到information吧 哇 你看这个你看下去 跟我们的住的房间一样是有海景的 好 怎么设计这也代表什么意思都在这里啦 这个就是那个设计师啦 他设计了这个东西 interior design 华人耶 厉害哦 可以在这里看到整个迪拜的景 水上乐园啊 这些啊 这边有什么好看 我比较期待真正看到房间 哦 这边有很多明星来住过是不是 是的 赛车手 你看这边全部F1的车手的签名 TJ 有在这边表演过的David Guetta的衣服 Fedinan 以前印钞的 对 还有奥运会的金牌耶 哦 就是他们买过来的球也赢到了第一个金牌 哦 Tiger Woods 2004年的set 哇 全金的 哇 来大家看 它Apple啊 全金的Apple耳机 哦 体验一下360 back to back back to back 哦 哦 哦 好 好 我来看一下 世界上最贵可入住套房 200千马币 是 4万美金 全部都是金做的 你懂吗 基本上哦 就是等于是没有人 所以呢 它才来了开放啊 因为200千 马币 就不太多人住得起 你去 这个全金 什么是全金 全金哦各位 中东土豪的气质耶 哦 看它的景色也是这样的 200年的话各位 19世纪 哇 全部都是金啊 所有都是金 哇 就真正中东土豪就是种子就贴金就对了 包括门框你看到的这些 对 全部都是真金 可是是香金啦 这个是看得出的是贴金薄片的 电视都是金 哇 哇 各位 看多几眼哦 可以进来啊 20万马币的景哦各位 金黄梨 嘿嘿嘿 Lafri正式再次冲出国际啦 耶 那现在新加坡的朋友呢 已经可以到呢 新加坡各大瓦山来找到我们呢 Lafri Whey身边产品啦 而且现在购买任何Lafri产品呢 都可以参与抽奖大赛 大奖还是iPhone 你看它上面这些 满满的一个中东味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其中一边 这个是 应该是客厅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边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把手 全部看的就是贴金箔的 如果你注意看 都是金 是耶都是金 可是很多人摸不开始脱了 它全部用抱纹耶 它是用的很浮夸 就是他们中东人会用的 真的中东土豪 他跟开宾是朋友 真的 所以这边是女生的主题的房间 然后你看 他用的很多是粉色的 可是他的粉色 是这种粉 那种土豪味的粉 我觉得坐在这边 整个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酒色柴气 有吗 你会吗 美女会觉得这样吗 水烟啊 美女啊 Fall啊 这些这样 然后很喜欢用 你看这个是什么 另外一种的鲍纹 好多好多不同的鲍纹 我觉得 独拜的中东的设计 跟马来人的设计 其实有一点异学同工之妙 所以可能他们这些都是宗教在影响的 然后这个是他的床 对 然后呢 这个是他的 是我的 哇 OK 整个就是酒色柴气的感觉 你看这个池 怎么可能是只是两个人泡 他们应该有几个老婆的 他们其实是叫这个叫公主房 哇 他的墙壁 很美 它是有一点带粉的Pink 带粉的Pink 所以带粉的景 你有注意到吗 没有 这个是 真正的景片 中东土豪的大开眼界 就上楼上的电梯 这一根去楼下的电梯 哇 就是他们自己有楼上楼下的电梯 那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King's Room 泡泡的水 也很逛的水 哦 哦 逛 逛 逛的水 所以可以看到 国王的房间用的颜色呢 其实也是很多红色 可是它是 比较暗的红色 其实他们的颜色都很喜庆了 国王的浴室 有没有九色彩器 我觉得它是 整个的 色调就比较暗沉 比较man一点的感觉 然后你看这边用的 一样是全金打造的 然后他用了更多的金 你看他的浴室这边 整个都是 哇 全金的 而且他们是用真金 2.2carat的真金来打造的 他们so core的 你看 马桶的手把冲水 都负金 你可以坐在这边 你可以想一下 你是要坐在浴室里面干嘛 全部金上面 包括墙上的这个画也是紧 是 都是紧 这些都是紧 可能是用金线来缝制的 男生的博物就比较少哦 会啊 也是很多啊 然后这边 刀线箱 衣服等等的 你看它 用Visachi的感觉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网络上有流传 这句话 没有来过迪拜 不要讲你看过奢华 是 真的是有一种 是 是 哇的感觉 哇 我跟吃饭 你看吃饭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你的身高 跟这个做成 一样 不好意思 好豪华啊 你看 超级的 上面还有云朵的一个设计 而且你看它的灯都是金耶 你看 各位看下去下面就在玩水上活动 是 他们的海很大片耶 所以你看 而且它这些椅子里面都是豹纹的设计耶 所以它整间这间的主题概念是豹纹的 我觉得有可能国王来这里住 真的是有来这里住的时候办公的地方来的 就是他们这边的首相 对对对 所以专门封起来 它办公的时候在这边 你住进来可能它才开给你看这样子 这个地方有一些成就感啊 毕竟有一些年代 但是呢 你终于见识了所有人家讲的土豪感 这个就通出去了嘛 好 我们就带大家参观完了 最贵的房间 我们现在来到它就是 它的一个tour shop 可以自己买衣服的 然后这边就是男女生那种海边会穿的服装 然后帽子等等的 就是卖一些服饰啊 很金金的东西 连垃圾桶都是金的